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明天天气是好的 后天就会变比较冷 不过早晚还是温差大 这两天 其实各位朋友最小心的就是不要 因为早晚温差大让自己感冒 那如果感冒身体稀肉的话 那现在当然暴躁度最高的就是 新冠病毒 他可能就侵袭了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不是台湾不是很厉害了吗 没有 昨天有六个境外 现在的境外就从哪里来 从全世界认为最文明的欧美来 就是 而且是西欧 我们所谓的欧美就是指西欧 不是东欧 北欧 兰欧 不是 就是西欧 西欧是哪个国家呢 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 德国 荷兰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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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还不太算 但是大家就知道 瑞士 然后比利时 卢森堡 所以我们所谓的西欧先进国家 其实就在这一批 那现在欧洲哪些国家最厉害了 因为小董为什么要交代一些背景 因为我们这两个月来 所有的新闻都在报新冠病毒 那其实很多人就疲惫了 你看 只要不在台湾 我就省累过去 但现在已经是全世界都在感染 而且世界往台湾涌过来的 新冠病毒越来越强 越来越厉害 那偏偏英国跟美国 因为台湾能看到白种人就下跪 尤其是政府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国家不设防 不设防 你敢禁止美国人来吗 你敢禁止中国大陆很大声啊 抗中啊 反中啊 仇中啊 现在美国很严重 你敢不敢不让他进来 不敢 所以我们抗疫扯到政治你就完蛋了 因为新冠病毒会感染 不一定是哪个人感染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CDC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疾管署 他这个CDC就是他的疾病管制中心啊 他的主任到国会去作证 他在我们前面死了快三万个流行病的流感了 那些所谓的流行病感染的那些里面 其实有很多是新冠病毒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时候又没有用这个去做发验嘛 那每一种疾病他的死亡程度不一定 你被当作流感你就是流感了 那新冠病毒要去发验 没有发验就当作流感就死掉了 那其实哦 很少人很少人谈到啦 因为我对新闻 或者我会去问哦 很多事情其实 等于说大家比较忽略的 今天10月18 在武汉 集办了一个世界金人运动会 美国派了一百多个人 进入武汉 也有人讲是不是美国人把病毒把它带进来 因为武汉从11月就陆陆细细有零星的 然后12月就大概有五六例 比较强的比较接近的 那他们12月31号就跟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所以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 还要再去找 但是我刚刚林林总统讲什么都我要告诉你 我们现在台湾最大的就是境外感染 境外感染进来就 他如果感染给你就叫本土感染 那些外国人感染到你 你就叫本土感染 所以美国也带来了 英国也带来了 意大利西班牙荷兰 每个国家都带了病毒进到台湾了 那我们过去仇装了 中国大陆现在14万人口每天的窃检数多少 都是个位数 那意大利呢 意大利都快 每天就好几百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其实是 非常多 那台湾现在有59个例子 因为我们在台湾 谈这些病毒 你都要讲好话 所以大家所讲的就叫顺时钟 那为什么这么顺时钟 因为台湾的媒体 我们只能报道执政党好话 我们不能质疑政府 质疑政府 你就像看小董的留言板 就一堆人来骂你 因为蔡英文民进党养很多狗 很多老鼠 他就来这边跟你乱窜 然后每天修理你 所以你在留言板看到一堆骂我的人 你也不用在意 你就想说 反正蔡英文养那么多小动物 来骚扰你 为什么 因为我讲到真话了 59例 很少人听到小董讲了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境外感染有多少例 境内感染有多少例 你知道吗 境内就是我们本土被感染了 比如说在医院感染 案34 感染给医护 三个人 感染给清洁妇 一个人 感染给女儿 又感染给儿子 哇 这是院内感染 我们不敢讲 那我们社区有没有感染 有 他就从社区感染过来的 各位 我们其实很多病例 你这个不敢讲 那个不敢讲 你不把它做连结 你就很难去追踪到 对不对 这是常识 我们本土 本土被感染 27日 那你已经算到了 59例本土被感染了 27日 境外感染多少 32 境外感染已经比境内感染多了 境外从哪里来 从中国到这里来已经很少了 现在中国到这里不来了 因为它早就封闭了嘛 现在来的都是欧洲美国 你看 你看南欧的意大利 现在是前欧洲最强 欧洲最第二强的是西班牙 西班牙 对啊 你看电视媒体都在做 跟西班牙协生连线 怎么样怎么样 那整个这些先进国家做最差的 美国西班牙跟英国 因为英国跟美国都觉得自己最卫生 他们最文明 所以他们就态度就很高 他不像中国大陆 我一发现 情况有点不对 封城 1200万人口 武汉封城 现在这些国家发现 因为他们一直对中国大陆冷风热潮 中国人就是怎么样 吃野生动物 就每天 然后他们的媒体就每天 冷风热潮 怪东怪西 然后说怎么样 然后他最后发现 原来我们国家现在这么严重 那他们现在怎么办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 打电话给中南山 跟中南山连线 中南山跟哪些人连线 哈喉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拜托 中南山 中大哥你跟我连线 中院士你跟我连线 我也看了一下 因为医学很多名字 我没有不懂 英文的名字不是很懂 那我英文也不好 我稍稍看了一下 中南山英文怎么好啊 老先生85岁左右了 你看 然后他用英文跟他讲 必须要采取这措施 然后武汉有很多的经验 这经验用生命换来的 那这种经验很宝贵 意大利呢 意大利早早中国大陆已经派了七个人 七个专业人员进去帮他 因为他的米兰 威尼斯这些都封了 所以非常严重 十几个城市封了 马尼拉也封了 菲律编马尼拉 那中国大陆还带了非常多的职严 因为他们跟中国大陆求救 带了几十顿的医疗器材 口罩 防护衣什么什么 进入意大利 我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台湾媒体不会报道 他媒体不能讲中国大陆好话 他媒体都要替陈时中造神 那为什么哈佛大协医学院的院长 不打电话给陈时中呢 为什么要打给钟南山 为什么意大利 不止意大利 欧洲好几个国家跟中国大陆求援 台湾不是非常厉害 非常了不起吗 陈时中不是要去干WHA HO的秘书长吗 各位我讲这个你就知道 小统是在AE对不对 但我讲这个一个实情 你关在台湾看所有媒体 你觉得哇陈时中太了不起了 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国家 哇大家都对你那个 非常敬仰的 就是台湾 有吗 有吗 我讲的 其实就是个实际上的比较 那你说最近很多媒体 在报道台湾怎么样 媒体报道很容易 我告诉你 我要是 以我在新闻界各报社或怎么样 我们有时候也做得到 现在当然比较差 因为我不在线上跑了 我如果还在线上跑的话 我们要操作一下 我们台湾的报纸 或电视台 至少有十几家 我们会报道亚买家多么了不起 由我来操作 太容易了 然后亚买家的报纸说 你看台湾的媒体都在报道 我们亚买家 各位亚买家在哪里 你知道吗 不知道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 媒体操作很容易 尤其在民主国家更容易 共产国家比较难 共产国家你要找他的 我让威钱的人 他才有办法去下令 民主国家比较容易 我讲民主国家就是 因为我们记者都是 大家都在一起 都一挂嘛 我们属于同一个联谊会嘛 诶 今天这个 譬如说 我几个我自己的例子 大家知道有个算命 叫维维安 他已经过世了 我那时候 因为我常上争论节目 后来有一天 一个朋友就找我说 要不要你 董哥你来主持 我说我不能主持 因为我还在报社 我还在跑线 我在跑线 你说插发去评论一下可以 找个空档去评论嘛 你叫我主持 时间就固定了 万一我那时候有中大新闻 我怎么办 我要上电视还是上这边 他说那你尽量来上我们节目 所以我从第一集就开始上 我们那时候这个节目叫做 政治好好玩 那当然政治我很嫌熟嘛 就他讲什么人路 我就讲那个人路的小故事 或者怎么样 很好玩 就不要谈他的党派 因为台湾比较大咖的政治人路 百分之95以上我都认识 那大家看 就说那节目就这样 有点做起来了 后来有一次 他们就讲 很多政治人路喜欢算命啊 那我讲了几个小故事 他 当然第二天收视率就很高 第二天看前一天的收视率 然后他说 我们今天继续吵这个讲 讲了三天 我说我不能再讲 这讲下去就变八卦了 因为那个节目 大家喜欢算命 台湾能算 喜欢算命 政治人物很有名啊 譬如我几个故事 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知道 因为没有媒体写过 我说你不一定知道 那怎么样呢 你知道民国78年吴敦律从蓝头卸任 那吴敦律其实在国民党是不可多得的人 平良心讲 他只是被媒体高度丑化 结果呢 因为那是年底嘛 我们知道县市长交接是12月20号 那时候是20号 现在改为25号 因为是配合直辖市 直辖市跟县市长差五千 以前是20号 现任以后他到台北市来当台北市党部主委 那因为我跑党部嘛 我那个跑 所以我那个每天都碰到他 他跑 结果他三个月他就调高雄市长 79年就调高雄市长 那很多朋友就 因为他认识的人很多 很多朋友就跟他送行 就一战一战 从台北到高雄嘛 那他是蓝头县长当八年 台北市医员当八年 所以人脉是非常雄厚 到新竹的时候有人跟他讲 新竹有个算命的蒙古 好厉害 非常厉害 一摸就知道了 而且他是瞎子 你要是算命的是瞎子 是残疾的人 大家就觉得特别准 为什么 因为你遭天前表示你有神通 真的我不骗你 所以到去关西有一个蒙古 我不要讲哪一个 关西蒙古有两三个很有缘 这一个人非常有缘 那他眼睛也不好 其实只看到一点微光 看到个人影 他也不是钱瞎黑茫茫一片 然后下面大牌童笼 然后他是新竹 新竹县 这个楼梯 他在二楼里 楼梯是木梯 我就逆那边朋友 跟他讲 那你给他算一下 那因为途经那里 他就这个好意就上去了 就走到二楼去给他算 那这个蒙古大师 其实他旁边有些耳目 我老实讲 你要算命你要有些耳目 耳目说这个人来的人是谁 你要有他的基本背景 不然你不能乱算 他当然知道吴敦尼的背景 有人跟他讲吴敦尼车子到了 吴太太也在里面 吴敦尼就上去算了 他说你怎么 你太太也不一起上来 吴敦尼说 我太太刚好怀孕 有生 吴敦尼车子有心 所以就不方便让他走楼梯 因为台湾的理 台湾人 就说也在表舞 觉得有点危险的不要走 你楼梯不了 就摔下去你怎么办 所以他说 所以让他在那里等 那这个算命大师 然后就摔一摔 说你将来会怎样怎样 讲了很多好话 吴敦尼就走了 后来 你知道这个算命大师怎么对外讲吗 因为每天很多人来算 达光贵人很多人 他就说吴敦尼会当高雄市长 将来还会再往上一层 他说因为我教他 你只要再怀疑他 这个儿子会为你带来多少的好运 怎么样怎么样 我讲这个故事 很多人讲说 哇 小统你连这个都知道 没有 我当然听了很多的故事 他是吴敦尼告诉他 他才对他讲说 我叫吴敦尼去怀疑 所以他讲 这个人神通 那他这样的情况 他是不是一直重叠 一直重叠 那这个故事 我跟吴敦尼求证过后 他笑一笑说 没有啦 就是反正人家也要那个 那我讲这个 我只讲说 其实政治上有很多东西 不管是酸面或怎么样 他里面有一些人情上的东西 他可能有小小的温暖的故事 或者一些比较闲奇的故事 我讲 我这节目叫政治好玩 我不是主持人 本来我是 我不要 后来越讲越那个 我就不敢讲 因为再讲下去 我就变成在讲八卦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不要再上了 后来他们把这个节目改名 叫做命运好好玩 现在还在做很长寿 你看台湾都喜欢听这些 所以政治 那时候算命很多我认识 为什么 因为讲政治的人 只有我一个旁边都是算命的 那后来他们说 因为很多算命年纪都比较大 一个可能哪一个中派的掌门或负责人或怎么样 他们问我说 你们认识年轻的 我说我认识有个叫维维安 年轻女孩很漂亮 所以维维安那时候也就采用上了 上了以后就固定了 他讲得不错 他讲星座 我为什么讲他的故事 因为我们现在疫情很险进 我讲一些比较软性 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其实他家境不错 他男朋友跟我一起在跑新闻 很少人知道 那他男朋友说 董哥你要是在外面讲 我知道你在大报有写 写比较难 你在外面讲 有时候帮我女朋友 所以他女朋友出一本书 那时候他跟我讲 我说没问题 我们就二十几个记者去捧场 一个小女生刚出来 出一本星座的书 那出版社吓到了 所有大报 所有的媒体都来 这不可能啊 一个刚默默无名的第一本书 第一本 为什么 因为我请大家帮个忙 那当然你帮个忙里面就很 就有说 给他面子 然后去我们再一下 我们买多少本 二十本 三十本 五十本 一百本 那你当早就认够了 就是变成是个面子 我们新闻界有时候会这样 那我请大家去 又那么多人 出版社看了就很开心啊 哇你这个人影响力怎么大 不是我 他是认为说 这个作者怎么受媒体青睐 对不对 那就不一样了嘛 那我中午就请 我拜托气的这些人去吃个饭 你看就这样 那我们有没有本事 有 你在线上会有本事 我讲这是一个新闻的操作啦 那我刚好又讲这些讲太多了 我告诉你新闻是可以操作的 民主的地区比集权的地区容易操作 那大家会互相帮衬嘛 将来哪里面又哪个记者 他表妹也出书 我们要不要去捧场 他说拜托拜托 请大家捧个场喔 大家想说啊好了就起 所以会操作 我告诉你 我们的媒体就是操作 就是操作 操作诚实中 把他弄成神啊 这两天黄志贤 黄志贤的叶问 他在网路上也是很火红 看的人很多 黄志贤叶问 请各位上YouTube可以看 黄志贤贼他说 你的实名字是我建议的 现在你们民进党就朗工 他说我不是要跟你抢工啊 就是你们这人已经 已经很好笑了 每天在朗工 怎么叫朗工 这是我们发明的 实名字怎么样怎么样 这两天啊 网过 各位我讲 网购就口哨 正如 什么叫网购 就是你可以上网 其实就是 用网路上啦 不能讲 就 网路上的实名字 我们就开始吹捧 哇 唐红都了不起 全世界都访问他了不起啊 怎么样 结果李斯端的 李斯端有个节目 李斯端过去是我同事 跟我交情也不错 那 李斯端就访问了 访问了我们健保局 各位健保局哦 健保局里面的资讯室的 两三个官员 就说哎呀这是我们用健保 健保卡 健保卡去买 然后这些 他说对啊 我们那时候研发好辛苦 他们就讲他们的研发过程 我们怎么研发呢 我们把健保 跟移民署落戳进的资料把它结合 这个一定要政府高层同意 我们要防疫嘛 他一定会同意嘛 那结合以后 你所有的一些进出的管道 譬如说你去过哪个国家 我健保卡就知道了 这个过去绝对做不到嘛 你今天 健保卡插入了 你要买个口罩 我知道你买够了 钥匙 所以要用健保卡来做管制 然后健保卡插进去以后 上面就会解读说 这个人到过哪些国家 这个要跟我们的移民署 或者外交部门 他有个云端的交换 就是交换 所以我们把这些纪录 还有你领多少口罩什么 全部把它弄一个完整 我们说 哇 这唐凤好厉害 对不起 这不是唐凤发明的 因为那些人讲的 就是我们言话 而且就是一个小姐 一个中年妇女 健保局的官员 他说他那时候怎么弄 你如果看现在报导 或者我们给全世界的资讯 我们请全世界的人来采访 找很多人来采访唐凤 都是这样讲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和唐凤没有关系啊 唐凤是人家发明好了 他说那我们就采这个系统 因为他官表大 他政务委员就是部长 他是部长 他等于说是 我们行政院有几个政务委员 唐凤是一个张景森一个 张景森就是主导 上个礼拜我大骂 国土计划法的 他也是很大超级大 那我们现在采访又发现 哇唐凤你看 哇天下有名的奇才 世界十大骇客之一不得了 我讲这个就叫赵神 赵神陈时东 赵神陈凤 那个唐凤 然后在赵神谁 省农金 我们现在在赵三个省 小董我骂过我也讲过 这就是媒体的操作 那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帮助 哇就好像我们自己观起门来 自己好了不起 你看全世界都在跟我们 那个 那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人 来请教你 来找你呢 你有那么多惊讶 现在全世界都在大恐慌啊 对不对 我讲 因为全世界大家眼睛是血亮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媒体的操作 有时候你看了 民进党这么厉害 是很厉害 很会嫌疾很会操作媒体 因为台湾的媒体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挺民进党 可是 当你真正碰到的时候怎么办 我告诉你 准备迎接 台湾的第二波 很严重的 因为第二波我们比较不涉谎 因为他们是白种人 白种人我们就不涉谎 澳洲的音乐家来我们不涉谎 因为他是白种人 昨天入境的这些 因为他们从欧洲先进国家来 我们不涉谎 不涉谎 不涉谎更危险 等一下回来小董我继续骂 回到小董真心话 我上一段讲很多 我过去在采访的一点经验 就是那时候我们做政治好玩 变成现在的命运好玩 那时候我们的主持人是高领红 高大哥他故事的 那你主持人叫Debby 叫姚戴伟 那时候很多人不晓得 那现在当然不一样 现在何篤林主持得非常精彩 我有一次在机场碰到他 他说 那这些影机间或什么 会碰到其实是有时候都是很偶然的机言 很多是在怎么样 很多是在化妆间认识的 化妆间碰到你说 哎呀小董你就怎么样 那我们就这个人是随随就聊一聊 那碰了几次就会聊天 有时候他们新开节目 想说你这个人也认识很多人 所以他们会请你上个节目 那我一般我的惯例是什么 你开节目我至少会去一次 那不要再找我第二次 第一次就捧场 第二次你不会把我定型 我不是愚乐的 讲八卦的不是吗 因为我要评论政治 那我们看我评论的政治 很多东西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讲的东西比较省准 比别人准啊 不敢讲百分之百啊 但比别人准准太多了 你想那些人在鬼扯在捧民进党 有时候捧得太离谱了 天两天看一个 你知道武汉那时候在 在黄医喔 很多因为他们带着 N95那种口罩 那种口罩 几乎呼吸不过来扯得很紧 有个女生 护理人员拿下来 这个一个痕迹很重 我天天看一个 台湾那个名嘴 把一个武汉那个拿出来说 你看我们台湾黄医多强 你看这个女生 这是很光荣的标记啊 怎么样怎么样 把她称赞半天 我那时候看一看不对啊 因为这个 这个是我 大概三四个礼拜前 看过两三次的 一个武汉的一个 护理人员啊 不是台湾的啊 我就想说 我们现在这些人 要吹捧蔡英文政府 你要多做一点功课啊 就很多东西 你不能讲错 会被笑话 但是在台湾现在黄医 黄医就有很多故事 这两天就令人家分开了 南港的旧庄 大家看到 钥匙被迫下跪嘛 那其实大家就很分开 我们的分开是怎么样 钥匙很辛苦啊 医师很辛苦啊 医师很辛苦 所以我们要对医师好一点 有人免会帮他送便当送早餐 哇 都是很感人的故事 防疫人员 医护人员很辛苦 的确是 那钥匙也很辛苦 钥匙你看 我大早来 我看七八十个人好几个地方 五六十个人都在大排长龙 那排队的人有一个特色 都是六七十岁以上 七八十岁以上 因为他们不用上班嘛 年轻人很少 因为要上班 然后大早就在那边排 还好现在有手机啊 就有人在 很多 多数人就在那边玩手机 不想要在line 孩子在追剂 在至少比较不寂寞 你看 钥匙被迫下跪 你去不去 非常去 啊 这跟防疫有没有关系 有 因为 因为他太忙 忙中有错 就把别人的 因为 这个 这个太太 还有 他在六十岁 现在六十岁不能叫老太太 他会 他会弃你 他会骂你 他帮 他也帮别人 一起来领口罩 来买口罩 结果要是因为 健保卡很多 把健保卡错的就拿给他 那拿给他啊 有时候都忙中有错 啊 因为你帮人家买 你也未必认识对方 又可能是对方的 对方又跟他太太的小姨子借的 你也不知道嘛 你这个人名字你不知道 所以他拿错他也不知道 其实你当然看 你当然会看嘛 有没有拿错 没有 问题他不认识 他也不认识 他也不太清楚 他也拿回去 拿回去 健保卡还人家 他说你拿错了嘛 他很气 很没面子 很没面子是什么 他可能不试制或怎么样 不清楚 就又拿回去 骂那个钥匙 钥匙当然是忙中有错 钥匙已经试制嘛 然后他就MI激动 就逼人家下跪 这是昨天的整个 前天的整个过程 被人家拍下来 现在这个60岁的太太 他吃上两项官司 因为被破下来 大家很气啊 强制罪 还有医疗罪 医疗就是现在政府的 用这个医疗法 正在防疫 你既然去侮辱钥匙 那另外一个强制罪 你强迫别人下跪 这个就强制罪 那你就可以看到 全民愤慨 大家都很愤慨 我们愤慨什么 愤慨说有这么多辛苦的人 你们这些人是被保护的 你还 这个不满意 那个不满意 我告诉你 现在台湾社会就是这样 不管老了小的 有回帐头都得了你 他心里就是这样 当然医护很辛苦 大家很气 你怎么可以逼人家下跪 那是棋子大路 那他觉得 你把我弄错 我就要求你怎么样 你要求别人怎么样 人家跟你道歉 对不起 就够了嘛 那他的那个是过当 大家都非常清楚 南港旧庄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区比较传统 在台北市算比较边缘 比较边缘 也不能叫边缘 为什么 因为他那里有个前国 最最高的学府 中严宴 旁边就 过来就是中严宴 中严宴就在那里 那我过去采访 因为我长期 我也算 那边也算 算蛮熟的 但我讲 我有时候看这新闻 有这种新闻可以做 所以大家就 就写 那还哪一种新闻可以做呢 就是说 你做一个新闻 你要让大家有感觉 你的气 或者你的感情 就奔洩而出 愤怒是一种感情 爱心是一种感情 你觉得被感动了 眼泪都快掉下来 这个也是 其实做新闻要这样做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媒体很会看 哪一种新闻是比较可以感动人 那当然很多感动人的新闻 很多是假的 因为我就是要把它 可能有一点点影子 我要把它掀染 掀染以后你看了 哇 好感动哦 等你真的去 根本不是那回事 有一点点 沾到一点边而已 在媒体要把它做得让你感动 感动你就会 你就去传播嘛 你如果在网路上 你就去传给你的朋友 就增加了很多点阅力 你如果是报纸 大家这份报纸写得太好了 其他报纸我不要订 我要订这份 对不对 你就会这样 啊 电视上 电视上你看了 哇 这东西那么好看 你不要转台 因为现在大家手上有 遥控器 你很容易会转台嘛 所以你不要转台 这东西值得一看再看 就会有这样的新闻 那他如果说 这条新闻很多人看 我们再把它延伸 哦 这故事好感人哦 这个奶奶跟他孙子好感人哦 再继续往下追 哦 原来他的父母 是个怎么样的情况下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再往下追 哦 台湾有哪一个人 跟他有眼亲关系 就在报道 就是 新闻是这样做的啦 但是 我很知道他们的操作 我要告诉我们朋友 其实有时候你看很多新闻 你会把它做连结是怎么样 譬如说这两天 一个最令人气愤的新闻是怎么样 有个男生骑摸车 等他姐姐下班要载他回去 然后就被人家无缘无故就杀了 哦 杀了是个直播主 他跟他太太吵架 两个人在车上吵架 到底要去哪里吃饭 吵一吵 那 有时候看了这东西就很气 因为这个直播主叫王炳华 23岁而已 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帅很受欢迎 也很多人追逐 那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很多被追逐的人 其实那种那种人格都是扭曲的 可是很受欢迎啊 对于台湾很多网红 人格非常扭曲啊 你看你有没有每天在追谢和弦 谢和弦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每天跟他老婆怎么样怎么样 你很扭曲的吧 然后有一个全身刺青 每天讲的 其实肚子没有料 对不对 每天搞台独挺蔡英文 哇 都了不起都怎么样 肚子没有料 把这个骂一骂 把这个骂 他讲他很有真意感 那种话谁不会讲 你能够分析很多东西 像我这样吗 我们有一些东西是 是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他哪个重点 然后他哪个地方是有舒适的 我们讲得出来 他讲不出来 当然行业不一样 但是不是身上肌肉比较多的 我们就说他脑袋不好 也不是这样 而是说你要划重其宠可以啊 但是肚子毕竟要有真材实料 你看到一个人被杀 每个人都很气 对不对 大家都很气 这个人 这坏头的 这二十三 王炳华坏头的 这种人收压经验 判死刑最好 就很多人要求 废死联盟出来讲话 怎样怎样 你看台湾人绞情就绞在这里 因为前阵子也不变 以二的记忆 吴康仁演那个人前历史 这种 这种跟精神有关的 这种人去杀人 最后是 你就不会被判刑 就是强制把你治疗而已 就不会被判有罪 就说因为你是一个新神 处于这种情况的 很多人要求吴康仁 吴康仁也不敢讲答案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那 那个杀人的画面 虽然有点掩盖 大家都知道他怎么杀 他摩托在那边等 他刀子筒后面 刺了那么深 然后那个莫名其妙 就回过头来 怎么回事 然后看看 就死了 他跟杀他的人毫不相似 杀他的人也不认识他 故意杀他的 他是故意杀他的 而且是狠狠的 拿刀 用力 然后把他杀死 我们社会会不会有这种人 会 郑杰杀了四个人在解音 他杀了那些人 他认不认识 他带刀上解音 他今天 也没有什么心情不好 他就是想杀人 他没有不好 他也没有说我很开心很不好 我只是想杀人而已 没有好或不好你知道吗 就这样 当然他已经被马鞭九把他枪毙了 螺鹰鞋把他枪毙了 但是我讲大家觉得大快人心吗 他人心无忌于事啊 我讲无忌于事是什么 你把判死刑那个人也回不来 那怎么办 有什么故事 有什么 没有 没有故事啊 因为他们不认识啊 那他为什么杀他 他没有 他也没有kimoji好或不好 但是这个人是因为跟太太吵架 他去杀一个不认识的路人 看你在那边不爽 我手上有刀我就刺了 我会有没有不爽你 也没有 我只是想找一个东西杀而已 就这样 大家想说要判死刑要怎么样 各位台湾人矫情 我是很鄙视 然后讲台湾都了不起 台湾就是一个忘恩乎毅 恩将仇报的社会 我非常鄙视是什么 以恶的进行演出来 所有年轻人爱心大爆发 哎呀 人前历史就要这样 哎呀 就要怎么样 谁才会想起吴康仁嘛 那现在呢 现在看他杀人竟然是这样 这个一定要 会死联盟出来讲话 这种一定要判死刑 不要把他放出来 同一批人你知道吗 台湾人都是没脑袋 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讲什么 看到这部戏演得真好 你看他杀人 这种不应该判死刑 这一定要会死啊 年轻人每天 哇呀 都巴不得会死 然后看到真正的杀人情况 一定要会死 这是正义 不要脸 同一批人 台湾不是这样吗 那你到底 你到底是赞成死刑 赶快枪劫的 还是 还是主张大家照人权利 是 大家会死 你知道 台湾的最不要脸 年轻人最多 就你到底有哪一个主张 没有 我没有主张 因为刚好 以二的记忆在演这个 所以我就大喷话 我爱心大喷话 人都不能处死 那被杀的人怎么办 那时候没考虑那么多 现在看到被杀的人 竟然是这样被杀 无缘无故 杀人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 我是有病啊 怎么样 你就看到他们可能有病 那有病怎么办 有病怎么办 有病别人就该死 各位其实我讲我的理念都非常清楚 我如果当法务部长 我一天就把那些死刑犯通通干掉 四十几个 当然我没有机会 第二个呢 第二个现在为什么蔡英文政府不执行死刑 因为就是这样的氛围 我告诉你 年轻人都 大家以恶的记忆 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把人家判死刑 执行死刑了 只有上帝可以执行死刑 谁都不行 都讲得很好听 很人道 会当人道 然后看到画面很气 要怎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受到当下气愤的感受 然后就做出了一些决定 你知道民党为什么会当选 他每次在投票前 他都可以让很多人做着这样的决定 我讲这个 其实是很技巧性的 但是是事实 就我在投票前我可以输到一个气愤 让你会投我 投了以后 半年以后又不同情境的开始 哎呀 当初我怎么会投他 我当初怎么会 会那么喜欢吴康仁演的那个角色 爱得不得了 哎呀 宜二记忆这部片子太好了 应该给他得奖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当初怎么那么爱 我现在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杀人的画片 我再来拿以二记忆 吴康仁肯定是最被讨厌的演员 这种人还替那种 人血 恶魔 还帮他辩护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情境 这情境你就是要去操作 我们政治上 民进党还会操作这种情境 那你可以看到 他整个蔡英文跟民党立委的选举 他其实就是一个情境产生的 产生以后很多年轻人 哎呀 就要求聪 你看中国大陆都可恶 但是我前面那一段 大家也听得很清楚 现在全世界所有你 你所崇拜所敬仰的先进国家 通通在跟中国大陆求援 美国最高等的学校 就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拜托钟兰山请你教教我 你们有什么经验 两个人用英语流利交达 然后也被迫上网 大家看 钟兰山英文那么好 怎么样 意大利现在是欧洲最惨 下来是西班牙 下来是法国 下来是英国 各位我讲这国家 就是现在欧洲的每一颗大爆弹 那当然最强的就是意大利 然后现在是西班牙 现在西班牙也非常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已经那种烟火点燃了 那你今天怎么办 我讲我们整个 你看世界的情境 跟你在台湾看新闻是不一样的 台湾新闻因为都被民进党控制 被他收买或收编 所以他们除了歌功颂德之外 他们不去报导 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国家 在跟中国大陆求援 那中国大陆资助了多少资源给他们 他们现在武汉 或者前中国大陆 现在每天发生数是个位数 六粒七粒八粒这样 就是个位数 他现在资源都出来了 他口罩一天可以产 一亿两千个一天 所以他很多就送给各国家 送的 他不会尝试 那你说小董你要跟送中国大陆 我说没有 我说其实全世界你要有这样的概念 你能够帮人家 人家就觉得 我最危机的时候 你交我经验 你送我物资 那种感觉是什么 所以要做成功 其实就是要这样 如果中国大陆一发生 我们马上送一百万个口罩 我们那时候疫情不大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中国大陆哇不得了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那时候很感谢日本人 日本有一些商家 其实商家背后的老板是大陆人 但他用商家的名义 送出很多口罩 很多人觉得 哇日本毕竟对中国人还是不错的 我说你在危难的时候 那种感觉特别强 小董等一下回来 我再继续想相关话题 反正回到小董真心话 我讲真心话 有时候很多朋友说 小董你讲过一阵子 真的是骂得很厉害 譬如说讲国土计划 我上个礼拜花很多时间 但我也不只要讲这个 各位朋友 昨天联合晚报的头版 各位有看到了 监察院在调查警政署长陈嘉欣 你记不记得上上礼拜 上上礼拜小董曾经节目 花了快一段的时间 我讲陈嘉欣 警政署长怎么任用私人 监察院在查他这个案子 我不是讲说我比较早 我没讲 我讲任用私人是很具体的控诉 小董那天念了大概快十个名单吧 我说这个人原来是什么职务 被他怎么样 被他怎么样弄到哪个单位 根本不符警官升迁的惯例 而且都是他从高雄带过来的 我就一个一个练 我当然有人跟我检举 但我相信检举的人也不只跟我检举 监察院一定也接到同样一份 那这东西因为他讲得太具体了 我们媒体很多人比较敢讲话的人 大概都收到 所以小董那时候收到 我去求证 发现都是事实 因为里面有的警察我还认识 所以我去求证说 果然他怎么是跳着伸 所以我就把他讲出来 监察院要查了 我不是讲说我比监察院快 还了不起 不是 因为我的管道比较快 我一拿到我就觉得 这个讲得好像是真的 所以我就去求证 求证警戒的朋友跟我讲 的确是这样 那基层大家都很不满 我那时候讲一句话 大家印象应该非常深刻 爹亲娘亲不如陈家亲 记不记得 爹亲娘亲不如陈家亲 大家记得 那就上上礼拜讲了 我当然不是讲说我比监察院快 因为我监察院 监察有个程序 他调查他就要去传 传很多人来问 那我不用 我打几通电话 我就可以问出结果 我就会比他们快 但是我要讲 其实你身在公门 很多好的事情可以做 那身在公门 跟我们身在新闻界一样 我们在新闻界 也有很多好的事情可以做 可是要做坏的也可以 每个人 以恶的距离都很远 也很近啊 对不对 以恶的距离 大家看嘛 你看到他杀人事件 你就非常痛恨 既然有人 为了这么一点点小的戏故 他跟被杀的人 这个人完全不认识 这个人也跟他没有戏故 他的戏故是跟他太太吵架 在车上吵架 到底要吃什么 吵一吵 然后就拿一把 搭出人 出来看到 那边有个人的背影 因为他跨在摩托车上 等他姐姐嘛 姐姐下班 他载他回家 结果 那个背 露在这个凶手的眼前 他就 杀他 就只有这样而已啊 什么叫残忍 你看 每个人会当残忍 而且 你有说看 一个人怎么那么残忍 我告诉你 台湾社会是一个残忍的社会 只是我们 整个环境慢慢在培养 然后我们培养 最大的动力就是仇恨 我们用仇恨可以赢了一场险棘 这场险棘是个仇恨 仇恨产生的 很多人没有发现 我就来仇恨 我仇恨什么 仇恨中共 然后大家就变成没有是非 中共怎么可以对付香港人 其实中共从头到尾 没有对付香港人 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啊 但我们就赖他嘛 我们怎么赖他 因为我们媒体都是民进党 你看 怎么可以这样 那就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有没有办法防护自己 台湾警察是不是这样执勤 美国的警察是不是这样执勤 是 我被攻击 我还把还手要 还手就叫报警 你是知道台湾的媒体 95%以上都是畜生在办的 没有是非啊 所以就一遍倒 全世界警察如果被人家这样攻击 那他的回首 一定比香港警察还凶狠 但我们不会写 各位 你要听媒体要听我的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